嗯 今天我们这年轻演员来到节目当中 其实也带着他们在喜剧创作和舞台表现上的很多疑问和不解 你们有什么想问的 现在就可以开始请教了 我们之前参加一年一度洗脚赛 他要求的这个作品呈现的时间非常短 然后再加上赛程也非常紧 他的需求量也特别大 刚开始还好我们喘一喘还能喘出来 但是到后期就发现出东西越来越难 然后就遇到了创作的瓶颈期 就是想问问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解决这个瓶颈期 你问腾哥呀 腾哥总遇到瓶颈 最早腾哥创作电影的时候那天就是自己信心满满的 然后在一个黑板上写下索马里海盗 我今天沈腾我一定要把这部电影写出来 三年以后这个字都干了 就是索马里海盗这个字 都成虎过了 都渗在黑板里了 而且整面黑板就这几个字 再也没写过第二支 可能还是得给自己留点时间去面对生活 给自己冲冲电影 看沈腾我想起来 你要说平静 然后再一年演那个卖房 对对对对 为什么呢 然后我们做剧本 卖了两个房子 第三个怎么卖 第三个就卖不过 卖不过前两盘 当时我们的导演叫刘健 是沈腾的老师 打了个电话 沈腾又来了 还有颜飞 颜飞是校园反导的导演 然后一晚上 沈腾坐在床上就这样 一晚上敢贪辞 一个主意都给我出 那时候不熟 蔡老师 我熟的话 我就告诉您前两番 降低点 把袁有的第二番当成一三个 所以我还是小颜说了一句 你看这房子能不能坏了 又卖出去了 最后我们就想出了那个 露雨啊 卖海鲜 所以我就说 带平静期的时候 可以去问问朋友 大家集思广益 马东干过两年吃饭 你问他也知道 喜悦远遇到平静 基本就硬憋 对 对 这个我们都有经验 我们熬到凌晨四点的时候 那种癫狂 倒点的 那种说什么都觉得自己好笑 我能享受这种绝世 好包袱 行行行 给第二天早上一看 这是我吗 他像傻子一样 对 更傻的是 那个自己躺床上 也不知道是做梦 还是说自己在琢磨这事 你想我这么懒的人 有的时候 把灯一拉开 把自己想的东西记录下来 觉得特别好笑 第二天早上一看 也跟傻子似的 哈哈哈哈 就是啊 不要 是是 因为对于喜剧人来说 其实包袱这两个字 意义非常重大 我们可以为一个包袱 熬几天几宿 我们可以因为一个包袱 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而真的是喜笑颜开 今天在现场 大家也看到了啊 在我们舞台的一侧 放着一个金光闪闪的金包袱 哦那是包袱 哦天哪 这是我们今天整场 最终要去争夺的目标 彭哥林姐带领王牌家族 蔡兵老师 马东老师 带领诚诚 以及我们的四位喜剧新势力 进行一系列跟喜剧创作有关的比拼 最终活成的队伍 就会赢得王牌社区的镇区之宝 中文字幕志愿者 如果我们参加 至千万 街亿